大家好,我是肖特! 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讲地服少年花子君的故事啦! 还没看过第一集的人 可以点右上角或是下面的资讯栏去观看哦! 这集会有大部分都是漫画的剧情 只有剧透警报 大家渗入啦! 话说这一天 巴勋的好友葵又在讲一些可怕的故事 说到他们学校的西大不可思议之一 失踪守卫 不过巴勋已经被前面几次葵成真的鬼故事给吓出阴影了 就在这时候 他们的班上却出现了异状 所有人的桌椅和物品全都变得破破烂烂的 仿佛时间突然被人调坏了数十年一般 但就只有葵的物品丝毫未损 惊慌的巴勋再次找到花子求助 光又在死时再度跳出来表示 我们班的那两个倒霉同学就出事啦! 他们莫名变成老头子了! 这一切自然都是这个七大不可思议之一的 十中守卫的杰作 十中守卫共有三人 分别掌握过去、现在、未来 但问题就是花子因为他之前色星吐喜 冒犯了十中守卫们 所以一号跟他关系不太好啊 连他都不知道有关一号的更多细节了 果然是 但为了将一切恢复原状 既然还是组成时间守卫讨伐大队 决定把潜伏在校园里的时间守卫给找出来 花子立刻怀疑起了灵异传闻散步者魁 只有他的东西是完好无损的啊 于是他使出了作为怨灵的特有技能 附身大法 附身到了八旬身上 懵懂花痴的萝卜腿少女 瞬间变成饥渴怨女 对着葵大高百合 要逼他说出实情 看来在花子眼里要让人说真话只有色诱这个方法 光竟然还觉得有点兴奋 从没有看过这么饥渴的学姐啊 但这样的胡闹竟然还意外地收获了效果 笑花葵的舔狗 也是葵从小的青梅竹马的同学倩 对女神差点被女神的女闺蜜抢尾仪式感到无法接受 一巴掌竟然还把花子从八旬的身体里给打了出来 看来是不简单啊 事实上 这个欠正是时钟守卫的第二位 担管的是现在 也就是能够暂停时间的能力 她是在国中时为了拯救小葵 被半强制的和一号签订的契约 成为了时间守卫的 而这一系列的混乱 就是源自三个守卫中的顽皮的蔚来逃跑了 果然只要在蔚来都要绑双马尾吗 蔚来在校园里面到处穿梭 被她碰到的人或东西 都会立刻加速老化 一瞬间半个学校中的人 都被她变成老头子和老阿婆了 这样下去学校就要变成老人院了 于是欠就和主角几人联手 再次组成了蔚来不后小队 但是这个小不点蔚来身手灵活 几人几番尝试 根本就抓不住她 光还中招被蔚来碰到 变成了老 没有 因为他们驱魔师的优良协同 降低了蔚来的力量影响 这样她只是变得跟老哥圆灰学长几乎一样而已 这让八旬再次一整个小路乱撞 她表示 我也要 快来把我变成美丽的大姐姐吧 几人进行了一波战术会议 最后决定利用未来最大的弱点 那就是笨啊 其实她的脑子大概是老鼠等级的 几人利用糖果当作诱饵 把她骗到陷阱中 再有长大的光欣喜得的强大技能 把她关起来 终于成功抓到她了 但是却趁欠分心之时 未来再度逃脱 打算用她的老化之手 来帮忙把八旬给变漂亮 但是 出乎几人意料 八旬的时间并没有推进 因为她已经没有寿命可以增加了 只有花子似乎早就知道实情 事实上 她从第一次见到八旬之时 就知道她死期将至 只剩下不到一年可活 因为能够将她这个厕所怨灵 召唤出来的人 就只有接近阴间的人啊 于是她所能做的 只有让八旬能够快乐地度过余生 但是光却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 好不容易人家才有个可爱的学姐呢 她发誓她一定会找到方法拯救八旬 之后在山山来时的最后一位石中守卫 过去的帮忙之下 再度将所有人的时间倒了回去 学校也就恢复正常了 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的八旬 又回归了平凡生活 光虽然之前耍帅了一番 但是其后试过各种方法都无果 她拿着一盒重礼盒去找蜘蛛精土龙 向她打听情报 但是土龙仍然坚持未来是无法改变的 甚至还给光偷看了八旬的书的一部分 那就是八旬今天将魏花子贡献她的初吻 光无法接受泪奔而去 但是要足迟已经来不及了 等到光赶到的时候 八旬已经融化了 很快又有事情发生了 八旬和葵在整理旧照片时 竟然意外发现了一堆灵异照片 每张照片中都多出了很多只神秘的手手 让八旬快要精神崩溃 就是在此时光才注意到 这些八旬国中时期的灵异照片的摄影者 却是个熟悉的名字 摄影社的三叶 花无预警的 就在此时 一只从镜子里长出来的手 突然抓住了八旬 把她拖进了镜子中 在这里 八旬竟然看到应该已经消失的三叶 啊 大帅哥 她被带进的地方是七大不可思议之三 镜之地狱 这里有非常多镜子 其中有一面巨大的三合镜 会映照出人最深层的恐惧 于是 八旬就在这里被一群镜像人物 大肆嘲笑她的萝卜腿 差点把她搞断气 她想把三叶拿出来当挡箭牌 但是这个三叶却失去了 不管是生前或是死后的全部记忆 镜子里什么都照不出来 就在此时三号的本体从镜子里面跳了出来 是一只老鹰妖怪之类的 她要占据几人的身体 于是派了一堆精明怪人冲上来 要抓住两人 就在危机之时 休息了一段时间的四老弟从天而降 徒手就直接打爆了这个三号 其实 现在的三叶是她之前和三叶做下交易之后 取得的一部分灵魂 将她重新改造制成的新三叶 她早就很想试试看人造人 啊不对是人造幽灵这种东西了呢 事到如丁这位凡事会的弟弟 仍然没打算放过可怜的未娘三叶 她逼三叶吃下了死掉的三号的心脏 让她就此获得了三号的力量 另一方面 花子汉光为了寻找被抓走的八巡 最后找到了二号野狐 借由境界之间的脸通 从她的境界来到这个禁止地狱 在这里光再一次和基友三叶相遇了 但是三叶根本不认得她 三叶已经成功觉醒 只见一个变身 三叶真正的成为新的七大不可思议之三 花子表示 先把我的部下吃了还要成为七大不可思议的一员 当我这老大塑胶啊 于是再度拿出她的小刀刀 上前迎战斯汉三叶两人 三叶表示 啊人家有刀啊 我们还是逃吧 哦好吧 Round 2 主角队出战的选手光 在三叶选手还没准备之前 就上前抓住她的小手手 啊不 我对男人没兴趣啊 Round 3 花子选手对三叶选手 啊有刀啊 三叶吓得胡搞乱搞 几乎把整个竞节给弄垮了 还差点压到八群 三叶心中仍然是个好孩子啊 不管怎样也不能够伤害到萝卜学姐 那么你们都滚吧 人家要一个人静静 于是所有人就都被赶出竞节去 回到了人间 而就此 彷徨的三叶就这样糊里糊涂的 被死拉入坏蛋小镇营序了 光再次见到失而复得的姬友 显得心事重重 八群为了让她打起精神 邀她一起去参加祭典 这就让吃素的花子严重反对 因为她可是地府灵啊 除了学校之外 她哪都不能去 要是八群被光做了色色的事情怎么办 于是她就决定 那咱们自己在学校办一个祭典不就好了吗 说白了 就是个妖怪们的信典 为了不被认出是活人 八群和光也带上了死人头上的条条 以免被饥渴的妖怪们给吃掉 不过看到八群穿寓衣的样子 两个男人的口血都快流到地上了 靠着八群每次洗澡就会掉下来的人云鳞片 几人在祭典中畅行无阻 玩得非常开心 祭典中还有特殊的活动 那就是消费后会获得各色的许愿签 据说只要五种颜色全部集齐 挂在竹子上就能够实现任何愿望 这让光和八群两人都非常心动 啊 绝技的寿命说不定就有办法解决了呢 啊 我的腿说不定就能够变现了呢 想是想得很美 但是几人不管怎么集 就是有红色的一张挤不到 但就在此时 在妖巢众多之下 八群突然被一头怪牛给撞飞了 等他回过神来之时 八群发现自己竟然莫名地穿越回了五十年前 而站在面前的 竟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小学生 正是还活着的幽默浦 由于看到浦的手上有他唯一没集到的红色许愿签 八群于是各种软模艺泡的 想听着小朋友把许愿签给交出来 这样他就能够许愿回到未来了 没想到变成大姐姐的他 独有一种特殊的韵味 搞得尚未练就良人本领的小学生浦 一整个脸红心跳 自动把许愿签送给了他 原本他是想用许愿签许愿成为太空人的 八群不仅想到这个可爱的小朋友 即将杀掉自己老弟的未来 最终还是把自己所有的许愿签都送给了浦 要他完成太空人的心愿 恰巧在死时 他又看到了把他撞穿越的那头牛 俗话说在哪里跌倒穿越后 就在哪里再跌倒一次就能够穿越回去 于是他慷慨激昂地再次自动冲过去给怪牛撞 果真成功地回到未来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已经喜欢上他的谱在许愿签上 并没有写下成为太空人的愿望 而是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和玲玲姐姐再次相遇 哦有虐的感觉了 另一方面 在坏蛋小阵营 三叶正迷茫地自己似乎无法融入人和妖怪两边 此时 斯办了一场惊喜派对 要送给三叶的礼物 就是学校的七大不可思议之四 这天 迟到的女主慌忙地跑去上课 竟发现 花子君竟然变成了他的同班同学 而且全班的同学都能够看到他 一副理所当然一样 他不仅自称幽默朴 甚至还会补充水分 他明明是幽灵啊 放任阴阳的眼光让八学都忍不住怀疑 是不是自己的记忆出了什么问题 而光在班上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形 竟然看到了若无其事 坐着直层工作的三叶 还被同学误会是想脱三叶衣服的饥渴猛男 于是两人下课之时 赶忙聚在一起交换情报 确认自己没发疯啊 同时两人也发现 学校外不知何时 出现了一座根本没有看过的塔 虽然诡异 但两人也体验到了 梦寐以求的幸福校园生活 但是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 同学们动不动会突然四分五裂 之后过没多久再像没事人一样重新出现 而班上同学竟都吸引为常 这让八学和光决定前往那座诡异的塔 寻找真相 在这里 他们遇到了七大不可思议之四 美术室的四岛同学 事实上 这一切的怪事都是这个四号所做的 传说中四岛同学是个爱好画画的女生 但却因父母反对而在美术室上吊自杀 她的画笔能够创造出一个 几乎跟现实一模一样的画中世界 而要回到现实的唯一方法 就是杀掉作为画中主角的幽木博和三叶两人 这个四岛同学还非常热心地表示 怎么样 要武器吗 看你要的是放天化戟还是狼牙棒 我都可以给你画出来 但光和八旬这样的好孩子自然是下不了手 决定另寻他法 八旬不由分说拉着抗拒的花子打算逃出这个世界 但无论两人去哪里 四岛同学却一直跳出来阻拦 就在此时 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只笔 自称是他们的同伴 要帮几人逃出去 但就在这只可疑的笔要写出细节之时 却被花子给一掌折断 原来 这一切其实正是花子想出来 让大限将至的八旬 能够继续活下去的方法 那就是将他永远地关在虚幻的空间 作者不会醒的幸福美梦 自然就没什么寿命的问题啦 真不愧是斗维斯呢 连老弟司都恐怕自探不如 爱他就要求尽他啊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装作昏迷的八旬给听到了 知晓了自己就快要死的事情 让他大受打击 但是即便如此 他和光彩不要在美好的虚假世界 就这样度过一生 八旬对人生的执念 也换起了四岛同学内心的愿望 原来 这个四岛同学并不是真的四岛同学 而是当初重病的四岛同学 所画出来的另一个自己 但在真正的四岛同学死后 他留下来的话却被一传十十穿百 穿成了因父母反对而自杀的怨灵 这让化妖怪四岛同学非常不爽啊 他的心愿其实就是一刀同死 把自己画出来的四岛同学 他的愿望招来了妖怪许愿集 PS通常都没啥好事 得四同学再度现身 他要帮四岛同学实现心愿 拜托可以不要那么多管闲事吗 四岛同学和莫名被牵连的八旬 于是被传送到四岛同学还活着的时候 但是和另一个自己的相处 四岛同学们最终还是很好了 早已死去的真四岛同学 坦然接受了自己病死的命运 也消去了八旬对回到现实的最后一点迷茫 他不会屈服于寿命 要靠自己来改变未来 在此时 之前被折断的笔 在用胶带随便连连之后就又复活了 他其实是四岛同学一部分的分身 潜意识中他其实也是想帮几人逃脱的 于是四岛同学带着八旬 荒和莫名倒戈的三叶几人 前往通向现实世界的紧急出口 那就是月亮 而出口会在这么奇怪的地方 其实也是大大反应 作为画中世界主角的花子的意识 花子在此时跳出来阻止众人离开 正想装一波逼 结果四人才没打算管他说啥 立刻执行作战计划 光靠着四岛同学的巨人外挂 负责纠缠住花子 八旬跟三叶则趁机骑着一台小货笔 画出来的三轮车 把所有人都塞到车上 吵着月亮Let's go 花子也在八旬又是霸气云东 又是小鸟一人的来回夹击 拿架得住妹子的猛艺攻势 最后他还是决定顺应八旬的心愿 因为他可是帮人家完成冤枉的妖怪呢 他把几人送往了月亮之上 让几人终于回到了现实 四岛同学也自动把附体物交给了八旬 一本绘画本 让八旬再次撕掉了封印 真正的结束了那个冒牌的世界 几人又再度回到了嬉笑打闹 Ed扫厕所的生活了 目前大概是截止之漫画58话的故事啦 由于这部漫画还在连载中 接下来发生的事 可能就会等连载到一个段落 或是完结的时候再说啦 我们下一支花子君的影片 也就那时不见不散 喜欢的人不要忘记按赞订阅 顺便分享出去哦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班的那两个逃...倒霉 呃呃呃呃呃 花子立刻怀疑起了灵异传闻散步者葵 噢血桃草 一巴掌竟然还把花旬... 花旬是谁 www 这样他只是变得跟老哥约会学长一样 L... 八旬今天将会逛 网无法接受 累不...累...累... 但是这个三月...三夜 两个男人的口水都快流到地上了 还被同学误会是想拖三夜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